上屏可以看到很多青年季工阿布莫莉雅 利用到教会的时间和学科的时间和学生来做好当 当时分享到日本的文化和幼稚的经过 引起到学生很大的兴趣 像这种很多青年季工在好好来断店 担持一百十几年到一百二十五千好好来申请 事实上我们非常欢迎很多的国际志工的计划 能够在台南这边来落实 尤其是我们这个TIP跟南台科大的合作 未来还有十一个学校 在五月之后陆续都会到学校来 未来教育局对于这一块的计划 会投注更多的资源 让有心引进这个国际志工 到我们校园里面的所有的学校 都能够享有相同的资源 安静国少认为南台科技大学的 外国青年来到台湾讨店 认识国际志工他国际志工来跟他分享之后 让学生理向他的教育 跟这个国际教育 让他有很多教育 今天就是安静国小 可以跟南台科大合作 有关那个TIP计划 然后我们的Maria来到安静国小 跟我们的孩子一起互动 然后他也介绍一些 他的经历还有文化课程 那也带给我们的孩子 不同的一个国际视野 那借由这样子一个国际的优秀人才 来让孩子可以知道就是有一些更广阔的一些计划的一些想法 他国际青年志工阿布莫莉娅表示说 跟好好来跟学生分享 来分享自己所思绪的 学生通常会很喜欢跟老师一起玩那个互动的游戏 那尤其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就不会害怕讲英文讲错 那尤其学生会很喜欢老师讲一些日本的饮食主题 所以讲到饮食主题的时候 学生也都会非常的兴奋 然后互动非常的良好 他虽然也很难苦患 在南市推动到相议教育 也鼓励到各个好朋友的党 来到校航跟国中小学生来做活动 应做到沉浸市的营业还是困境 南天新闻答应一下 在南蔡凤博德 蔬菜 蔬菜 蔬菜